Hello 大家好,我們又回到Pokemon的最終熊 今次就要打這個小光 上次的留言大家都有看到,就是這個遊戲真的很困難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十分難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基本上沒什麼版會卡得那麼厲害 就算是絕對華人都不會 絕對華人都公認是難打的,但它也是一個合理情況下難打 這個就有點不太合理 我再觀察一、兩集或者兩、三集再決定是否要重新來過 真的不用這個高難度,玩回正常模式 因為高難度實在太難了 OK,那現在我們繼續打這個導管 而且我都不太記得它的精靈是什麼 一開始應該是用這個 OK,用這個就行了 我們先用水技 哇,應該用吸收 OK,吸收了 然後下一隻我們就直接極巨化 極巨水載過去,可以的 OK,再用極巨水 再用極巨水 OK,nice 是不是贏了,有機會了 這裡現在變回沒有極巨 我們用水就可以打到一個傷害 因為它現在在下雨 因為它現在下雨 扣得很少 沙風暴 沙風暴我們拿一隻火爆喉 然後用這小格技 哇,神經病 它那小岩石就算我半減了它也一樣能打死我 超恐怖的 真是神經病 剩下兩隻小鳥 夠不夠打 我覺得完全沒什麼可能打贏 哇 一隻巨石丁可以打得這麼厲害 沒有什麼可能 如果真是 那可能 嘗嘗,這裡有什麼技能打 沒有一招可以打贏巨石丁 神經病 究竟是否應該要 即是這隻小童是否應該要留到最後才是Mega呢 嗯 我們不如改掉它性格吧 改掉它加特攻減攻 加特攻減攻 加特攻減攻 XP這個 這個 OK 差多遠 其實都差得遠 OK 試一試,改了性格下 看看能不能打贏 來了 我們一來就用吸收 哇,Z技不是吧 不是開玩笑 你有Z技這麼瘋 OK 這裡我們打贏了其中一隻 男蛇 然後我們用格鬥駅 用格技打它 不是吧 兩反秒 OK 可以 接著我們用河童 再用這個 Fick out 好 換不換好呢 想想 我們不如換一換 想想 好像不換好一點 這裡直接用極具水 我快過去了 可以 快過去就可以了 這裡第一一下 還有兩下可以用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可以利用天氣 這裡 對 譬如我現在速度比他快 然後我用極具水 然後他就會用極具岩石 蓋了我 第一回合 但這一下我依然有水系 下雨的優勢 非常高傷 我們用極具草 極具水 極具水 不是吧 他馬上快回過我 巨石丁 巨石丁快過我 巨石丁 我記得最低速的 巨石丁 這裡真的有點不合理 有Mega 又用Z技 然後又極具 然後還要速度不對 好像 好 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神神出來了 我在這個森林走走走走 這隻 他會不會走 這隻 這隻好像會走 我們嘗試這樣 扔個精靈狗出去 咦 他會用封印這招技 我們用 普通封印 不是 這招應該不死 死了 那他又出來了 咦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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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這個 除機 但不是 我不是除機 為什麼會出神獸 這裡 我們用格鬥 OK 無端是神獸 咦 睡了 然後用格鬥 無端現在會有這次 好像還捉不到 好像還捉到 捉到了 OK 無端有神獸 這隻是超暈力的神獸 嘩 這隻怎麼貴 這隻 這隻是5V來的 31 31 蛤 難道你送給我禮物 看我玩得那麼辛苦 但這裡又有一隻 不過其實呢 就算我有神獸都沒有用 因為這裡我沒有合適的 一個練魯力值的地方 是哪隻 就算這隻是神獸 他現在只有7 然後我又沒有一些練魯力值的手段 其實都沒有什麼作用 我覺得 對 他還要這隻 為什麼特攻是變成16 零零射射 但是攻擊有31 這隻 很奇怪 不過我們先放在這裡 好啦 我們現在要想一下怎麼打 其實 究竟可以怎麼打呢 我們這個格鬥給火套 可以嗎 不行 加特攻減 加速 基本上 鱷骨燃應該可以快得過 那些大銀蛇 那些 應該可以的 但是我們一開始 都是要用到這個河童擺頭 這裡一來吸收 然後這裡可以再吸收 OK 那搞定一隻 這裡換重 這裡換隻 這隻 打他 神經病 打死我 踢他 再踢 打他 用連染河童的極巨水 OK 這樣可以噴掉兩東西 水 好波 這一下 但是快不快得到他 不夠他快 不要緊 我們有鵝鵝在後面 這裡換隻 雀鳥出去頂一頂 都是不夠他快 他的石丁 然後他 用這隻出來 超能力是哪一招 這招的超能力 好像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 這招 普通的念力 這招 OK 到這隻了 這隻應該是非人技打死的 非人技最大力的應該是 惡事打一招也可以 那我們用這招 喂 哎 哎 都是要輸 神經病 這個道館 真是 明明應該贏到 這裏 憑著這個配搭是贏硬的 OK 但是我們現在不斷升級 那些精靈 打他一拳 那個岩石是什麼岩石 是岩石技 剛剛我知道我沒有看錯 等一下我調慢一點看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岩石技 對 加了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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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快過我了 咦 沒有中到 好了 下雨了 噴他 哎 OK 這個噴 接著我們換蟲 立即離開 這隻 換成這個小鳥 然後再換這隻出來 然後換 免力 因為這裏我們有負拳 他一出賽我們立即負拳一下 然後再用水技 打不到了 然後再用燕反 又差一點 唉 神經病 我們較慢一點看看 究竟他那些是什麼技能 好了 第一隻他比我快 會用這個Z技 這支應該是Z的岩石技 對 岩石技 Z的 秒殺了 好 再來一個 第五知多少次的挑戰 這個已經是 都是岩石技 沒什麼特別看 然後他會回血 然後下一回合 就用這個 而這支水功功 高功一點 那可以了 應該贏到了 終於贏到了 升到24才贏到 這支 這支是高速移動 不要了 接著我們換成猴子 格鬥技 我看不到 他這兩下是什麼技能 但是應該贏到了 這裡 消人力 好 看看 是不是這招 是這招 但是我不知道這招是什麼技 這招 這招是岩石技 但是沒理由 剛才打火爆猴這麼痛 神經病 但是不要緊 我們已經贏了 只要極巨水 一出 這一下一定可以秒殺 巨石叮 因為 這個不用 因為剛才大家看到 最後那次 打到他差不多死 因為高功了 其實一下噴都死 對了 沒錯 這招是65攻 這招水技 65攻 如果換成極巨法 應該120 還是130 到 終於贏了 各位 好 進化大王燕 這個都 take this with you 這個送給你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machine 哦 這個是一些機器來的 教學機器 這個TM可以給精靈用 Only one use 給一個最好的給人用 這個是岩石風 好 進化大王燕 GUS就是這個根性 當他中了這個異常狀態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攻擊加成 好 今集時間就來到這裡 頭幾集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超懶打 感覺上 這個最終紅的困難模式 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老實說 因為不可能會升到 去到後期 嘩 這裡已經24 了 就是說 剛才那個道館已經是23 24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困難模式也挺失敗 看看如何 因為我打得有點悶悶的 我這裡用了多久 看看 15個小時 其實計算數 因為有加速的東西 15個小時應該可以去到第二個道館 但這個只是第一個道館 還要是卡住這樣打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你贏了這個小光 You can pass 我們看一下這裡 做什麼 What's going on here 這裡怎麼發生了什麼事 車利龜圍著一棵樹 我們想快點見到下一個訓練家 其實 呃 野生精靈的攻擊 喂 車利龜 先勾他 驚嚇他 好像沒有精靈頭 只有一個 OK 都可以的 抓到了 抓到了 抓到車利龜 我們看一下這個訓練家 究竟是什麼實力 OK 對 已經24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布尼姆溫 那隻最低的 不怕叫什麼名字 這隻怎麼打 這隻招魂力秒了我 我們帶小鳥出去看看又如何 先試一下 嘩 超痛 一招 一招的念力已經打了一半血了 嘩 嘩 超能力 OK 死了 這麼快有 太帥了 其實都 還可以玩下去 打贏了導管就可以了 但是路上的訓練家現在太厲害了 好啦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最終紅再見 然後我再想一下究竟是玩這個困難 還是換其他模式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再告訴我 究竟你是想看我卡關 還是什麼 因為 不停卡 感覺上都沒有什麼進度 就這樣看我打 好像很沉悶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給個意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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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